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斧头有一点意思 它的武器是可以做一个很完美的一个收纳 在手部的后方这样子扣上去 就完成了它不持有武器的一个形态 它最特别的就是它的一个头雕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美式 有淋发动画的那种感觉 下巴非常的大 非常的厚 看上去还是挺有喜感 我个人喜欢这个头雕的造型 平常听说 以戴口罩的OP来说 它这里还有一个做出一个弧度 而且面部的银漆涂装真的是相当的漂亮 眼睛的话也是MP10的水蓝色 头部的话不是球关 只能左右转动 手臂的话 也可以看到它大大的球形关节 那么提到地球火种最近的 这几款玩具的话 虽然都是球关 但是感觉还蛮紧实的 就目前这几款 那它的可动的话 也是算相当的可以 以Warrior Class 但是呢 因为不是Diglux Class 所以它的接地是没有的 拳头也不能转 而且是一个门板手 那它的背后有一个很大的 这个算背包嘛 可是我觉得它这个背包很好看 一个很漂亮的弧形 而且前后有一个呼应这样子过来 对不对 而且这个也可以看上去 有点像一些古董车的那种车头 不是卡车头 就是一些轿车的车头 站立性也很好 脚后跟非常的大 那我们给各位示范一下好了 首先的话 我们把这个背包这里打开 放下来 然后的话呢 只需要转动整个上半部 整个直接转过去就可以了 它的中间这一节可以单独动 但是我们直接跟下半身一起动就可以了 再来把头的话呢 给翻过去 头这里盖下去的时候呢 其实你如果单用一根拇指去扣 是非常不容易扣下去 它很紧 对了 头要先转180度 到这里 好 把它按下去的时候呢 我建议是两手这样子 一起搓 这样子才能够顺利的把它给搓下去 不然非常的紧 非常的紧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做呢 这个把脚移到这里 脚后跟收进去 那么你注意一下两腿合并之后 这里是有一个 它要扣手部的这个地方 推进去之后 往这边过来 这个也是标准G1的一个变形了 这里有一个黄色的图 要扣进这里 以及呢 以及呢 这边有一个红色的图 跟蓝色的 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啊 看上去呢 好像很简单 其实你三个地方 要同时扣进去 是有一点 有一点需要练习的 不是那么简单的 特别是你这个腿啊 这个 你必须把它给摆正 这个 不是那么容易啊 不是那么容易 真的没那么容易 因为它整个腿的话呢 是 OK 牵一把洞 全身那种感觉啊 没有那么容易 这样子 推过去 而且它这里啊 这里有个洞 它要扣里头有个红色的图 所以它的卡扣其实非常的多 非常的多 这个面板 记得是翻出来 好 这样子 把它往上面 既要扣住上面 又要扣住侧边 还要扣住后面 所以它的一个变形 真的也是需要一点小小的练习 好 把它给搓一搓 因为它的容错率很高 所以 嗯 不难 但是就是卡扣非常的多 那这个就是它完全变形之后的一个样子 武器的话呢 就会 孤入在这一侧 滚动性的话呢 没有问题 算是相当的好的 那么车头 然后我觉得这个弧形 嗯 真的是挺漂亮的 而且这个红色的塑胶 看上去挺舒服 虽然是像个玩具 但它真的就是一个玩具 那整个变形也算是 呃 至今到G1 手臂收到后方 然后 其实就是很G1的一个变形 但是它这个 车头的这个 以背包的形态呢 就做一个转换过来 我自己觉得这款相当的有趣啦 以小玩具来说 那今天的话呢 就给各位分享 这一款 来自于地球火种 Warrior Class Atomos Prime 记得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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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